新武器 看看是誰回來囉 一身綠綠還帶著一頂寓冒著的勇敢青年琳克 又跟玩家見面囉 這次玩家再度跟隨琳克 揮舞著手中的遙控器、戰鬥、冒險 拯救行蹤成名的青梅竹馬薩爾達 遊戲美術風格採用水彩畫風 用色雖然鮮豔 同時也有柔和感而不過分強烈 各種場景氣氛都營造得相當成功 遊戲內的森林場景便是一粒 翠綠的零間配合柔和的光線 讓英雄對森林陰暗無關的影響完全改觀 人物建模相當不錯 動作流暢不生硬 貼圖材質也不凝固 天空中的雲霧材質細膩 吸著鳥在空中翱翔更讓人心情粗暢 整體畫面表現可說是未平台上數一數二之作 遊戲中重點部分的背景音樂採用交響樂 無論是天空飛行時的輕快高昂 又是頭部戰的定音表現都十分有上力 人物對話時只有單純的音效已成系列作慣例 雖然音效配合人物表情能夠表達出角色情緒 而且製作團隊也不希望配音把角色定型 不過要是能夠推加語音而且找出平衡點 說不定更能夠展現出角色的個性以及特質 薩爾達傳說通天劍採用微動感強化器 讓體感操作更加真實滑順 譬如灰劍可完全反應手部動作而使出重砍 橫砍 以及斜砍 可觀察敵人的防禦方向而對露出破綻的地方灰砍 讓戰鬥多了攻防的樂趣 一王選擇道具時 總是要先進到道具頁面選擇裝備後才可以使用 造成遊戲戰士停止 不過這次道具切換相當直覺 只要按B鈕打開道具環 將有空氣灰王想要選擇的道具再放開B鈕即可 不需要花時間熟練就可以快速切換裝備的無接縫遊玩體驗相當不賴 這次鈴克的動作也有新的變化 可以奔跑 吊掛 遇到稍微高一點的牆壁只要衝刺過去 鈴克就會自己登牆爬上 大大的強化了遊戲的動作要素 也加速了遊戲節奏 可惜唯一的缺點就在視角無法自由轉動 在平台跳躍時必須一直使用注視曲的最佳視角 或者容易摔下這點不太方便 到過以往 這次鈴克生活的地方是一座浮在空中的島嶼 移動必須乘坐著寵物鳥飛行 此舉實在是一大突破 其他小細節的部分也讓人感到有特別下功夫 比如鈴克在冒險途中必須急速奔跑登上斜坡上的瞭望台 要是敵人看到鈴克的雙手刮在高台邊緣準備攀上時 便會一腳踩住鈴克的手讓他滑落斜坡 與劍中精靈對話時 多妖光跳出來後背景會出現完古代文字的圖樣 正常的文字隨後才會顯現出來 這樣看起來就像精靈在把自己的語言轉譯成鈴克所處司機的語言 有上述兩點可以看出製作小組在細微之處相當用心 只不過開頭部分節奏過於緩慢 需要稍微忍耐一下才會進入真正的冒險 算是一點小缺憾 主線遊戲的劇情相當蠻大 另外還有眾多的收集要素跟支線任務可以解決 打倒敵人所掉落的物品可用來升級裝備 盾牌升級後會變得更加耐用 抓取昆蟲可用來調配藥水 特調藥水跟一般販賣的藥水相比效果更好 支線任務也有許多有趣的小故事 讓人會心一笑 熱天堂這次又帶給我們相當美好的遊戲體驗 很多東西看似熟悉 實際上卻有著相當程度的進化 今年正逢薩爾達傳說系列25週年 薩爾達傳說通天劍 則說是系列極大成的佳作 我們有為主機的玩家 五比一試 惮шиб 字幕《星期日》 測試 文字幕《星期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